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 這場有好多 這場議程的講者是Jack Pan 然後他今天的講題是 Useful Tools to Experiment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讓我們歡迎他 大家好 那我是要 改叫我Jack就好 然後 基本上這場講題呢 會是主要是介紹一個叫做Shape的Library 因為我之前在金融領域上 比較多相關的機器學相關經驗 所以說我會用Structural Data 來當作一個 就是主要會以Structural Data 當作Example 不會是Image 或是Speech 之類的這種Data 那我們就開始吧 基本上我的Outline會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我先大概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講題 接下來會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大家在常用的三種模型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Tree Based Model 還有Neuron Level 這三種 那最後就會開始 進入Shape 就是介紹一下它的原理 然後還有怎麼用它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最後可能會再帶一下 其他還有一些相關的 就是相關的Library 也是可以拿來解釋 Wishmaning Model 對 好 那我們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銀行 他們都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擴大它發卡的 信用卡的客戶的族群 像很多原本可能 學生就是 可能他比較沒有信用的相關經驗 那所以說信用卡銀行 就不敢發卡給他們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 不管是新創或是銀行 他們都在做一些 比如說收集一些額外的資料 那看可不可以去 得到一個他的信用分數 那假如他信用分數高的話 那我其實還是可以發卡給他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用 可以用我們學人員來做 那所以說呢 假設現在大家想像有一個銀行 他可能已經做出來這個產品 那已經廣泛的運用給 很多人來使用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跟我們去申請了這個 這個發卡 就是我想要去申請這張信用卡 那結果他就跟我說 對不起 你不能被申請 因為我們覺得你的信用分數不夠 但是跟我一起去申請的那些朋友 全部都過了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就想說 就是 對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我沒過 但大家都過了 那這個時候很可能我就會去問 那銀行說 為什麼 憑什麼 憑什麼我沒過 好 那這個時候身為一個 可能開發這個 開發這個模型的 機器學習工程師 你要怎麼回答呢 那假設說 就是我就是建了一個超強的模型 這個模型他就是在 不管在testing data training data表現都是超級好 沒有overfitting 然後而且 就是在我們之前的一個前期測試 表現都是一切正確 然後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相信這個模型啊 就是這模型就對了 我們這個模型就告訴你說 你不能申請 信用就是不夠 這樣很顯然 顧客一定不會接受嘛 對 所以說呢 我們不可能只告訴顧客 或者是你的使用者說 你就是去相信這個模型 然後 這個模型說什麼 你就信什麼 你一定要給他一個理由 不管這個理由是真的還假的 你就是要給他一個理由 但最好是這個理由 背後是要有一個真實的原因 對 好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回來 回頭過來看看說 那為什麼以前 可能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以前 以前可能大家都很常在用 linear regression 那為什麼以前 就不會有這種狀況說 我現在建出了這個模型 但是我不相信 這個模型告訴我的結果 這是為什麼 好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以前的模型 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型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相信 應該在場 調查一下好了 在場 有知道linear regression的人 可以舉一下手嗎 好 大家都知道嘛 太好了 那再調查一下好了 那在場知道 random forest 可以舉一下手嗎 太好了 好 那所以說 linear regression 它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簡單的模型 如果說我們沒有對特徵 做一些特別處理的話 那事實上它就只能去 去解釋 這個線性的模型 當然如果我們對特徵做一些處理 也許我們可以把它演化成解釋 原本特徵可能是非線性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處理之後 讓linear regression 也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對 但是呢 但是呢 因為它是 在基礎上它就是一個線性模型 所以很簡單 我們看到它的係數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直接推斷說 告訴user說 因為比如說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這是一個 身高體重的例子 那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是這四個資料 然後y跟x上面寫這樣 那我們就跑一個linear regression 我就可以直接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它的intercession是什麼 那它的weight 它的coefficient是什麼 那所以說 使用者來的時候 假設我跟你說 我的體重是多少 然後我就說 那我預估 你的身高是多少 那就可以直接跟他講說 因為啊 就是 你的體重是這樣 那所以說 你的這個 乘上這個係數之後呢 就是這樣 那當然不可能真的跟他講這個數學 但是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 把它轉換成使用者可以懂的語言 因為你自己就懂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轉換成使用者懂的語言 去跟他解釋說 為什麼你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回到剛剛那個例子啊 假設說 現在這個credit card模型是 你的年紀 然後你的教育程度 然後還有你貼了幾張FB法文 這是亂取率的啊 所以說 你就可以跟使用者說 因為你貼了太多廢文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過卡 對 好 那 其實線性回歸模型 它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過去來說算是一個統計的模型啊 所以其實它 除了剛剛提到的 我們可以直接看 回Fishing這件事情 來去解釋這個模型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相關統計的 數值可以去看 對 那當然這部分可能 統計背景的人會比較熟悉 那 這邊就舉一個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P-Value P-Value就是 我們 當我們 首先就是它在Psy-Key-Learn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假設大家是用Psy-Key-Learn的 套件去做 linear regression 的話 它不會輸出這個結果 那我們要另外去找一個 叫做 就是統計的models statistics models 這個 這個library 那 簡稱SM 那SM它 如果說加入了 常數項量 然後再用ols 就是最基本的線性回歸 去跑的話 我們可以輸出它的 summary report 那在它這個 summary report 它就會直接顯示出它的 P-Value 還有各種統計的相關數值 對 那這對於統計背景的人 應該是覺得非常方便 那P-Value它是 在做什麼事情的 P-Value它其實就是說呢 它去解釋這個特徵 它到底是不是 確實是有 統計上是有效的 它是failing 就是假設說 我現在算出來 這個coefficient 雖然上面是寫0.88 可是它的P-Value其實是0.5 那代表它其實有50%的幾率 這個coefficient是一個 被乱數 所擾動而造成的結果 就是它是一個 不是一個統計上有效的值 那假設 比如說現在 現在上面看到這個P-Value 是0.03 那代表它其實 只有3%的幾率 這個coefficient 是一個被擾動的結果 那所以說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機率很低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相信它 它是有效的 它不會是被garbage data 所產生出來的 garbage coefficient 對 那關於P-Value的話 其實之後好像 還有一場演講 就是會想到一些 統計的東西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聽 對 好 那講完了 講完了linear regression 就是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為什麼過去其實不太會有 就是說這個線性回歸模型 沒有辦法被解釋的問題 因為它就是很簡單嘛 大家一目瞭然 那 所以就很容易去解釋 那接下來 回到我們比較 最近比如說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 比較structural data的話 那我們可能還會用 所謂的tree-based model 這其實也是在 CACO競賽上啊 就是除了deep learning之外 就是很紅 或者可以用gradient boosting Random Forest 來去做這樣的預測 那 因為其實大家都懂 所以其實 我可能就快速講 就是deep learning tree 的話它就是 像圖上說的嘛 就是它可以 根據分支 然後來解釋說 我現在應該要選擇的 結果是什麼 像上面就是看 我現在要不要出去玩 預測一個人 要不要出去玩 那首先它可能看現在的天氣 那還有看它的溫度 看它的溫度 OK 那deep learning tree的話 我們要怎麼解釋這個模型呢 其實 如果只有一棵樹 我們直接把這張表 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可以解釋嘛 但是 如果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那到底 在這個 預測的結果裡面 比如說我走到了 最左邊 對 最左邊 走了三層的那一個 我會出去玩 那 是因為現在是 有風嘛 然後外面看起來是太陽天 然後濕度也不高 那到底這三個feature 對我這個最終的結果 影響是什麼 到底是 有風比較重要 還是濕度比較重要 還是外面天氣看起來如何比較重要 如果我們觀看這張圖 好像沒辦法知道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說 這會是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呢 當我們在更進一步 我們來到Gradian Boosting Ridden Forest 它就不會只有單一棵地心地心 那這個時候呢 它做的事情就更複雜了 比如說像上面的這個例子 它可能是 好幾棵樹加在一起 然後做個平均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連一棵樹都看不出來 到底誰比較重要 那我好多棵樹的時候 我要怎麼知道 到底誰比較重要 那可能大家就會想說 其實現在就已經有 所謂的feature importance 就是不管用Psyche Learn 或是LiveGBM XGBoost 全部都有 就是有這個feature importance 可以看 那 比如說我就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 我把大家的feature importance拿出來 然後跟feature name 就是組在一起 然後我就從大排到小 然後我就知道 誰比較重要 比如說 這個例子是 就是波斯頓綁架的Diasse 波斯頓綁架 那波斯頓綁架 就可以看到 假設我用預設的random forest 那它就覺得 你的 我記得好像是 房間樹吧 還是坪樹 忘記了 房間樹很重要 對 就是他覺得它是最重要的 對 就是他覺得它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feature importance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背後怎麼算 其實它是有很多種算法 那比如說 舉個例子好了 一個很簡單的算法是 我去看它是在第幾層 比如說 我就覺得最上層的 因為它會影響到最多人 所以最上層Windy 那個條件就是最重要 那我可能再乘上一個 它那邊有幾個sample的這個weight 那第二層就是次重要 然後比如說 假設Outlook那邊的weight Outlook那邊的sample 剩比較多的話 那它層上的weight就會比較大 所以Outlook就會比temper dry 重要 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算法 那或者說也有人就是 去看 我們知道Ding Tree 它是看所謂的information game 就是entropy 那也有人去算說 所以我這樣算 我現在這樣分之下來呢 它的entropy到底是 減少了多少 那去算這個game 就是我到底 到底得到了多少之後呢 我去把它加種起來 那我就可以知道這一個 它的future importance多少 那 所以 假設我可以算這一棵樹的future importance 那我當然也可以算很多棵樹的嘛 我就把所有樹的future importance都算好 然後 做一個average之類的事情 那就可以算出random forest random forest 你的future importance 那這邊就有問題啦 就是 我剛剛 我剛剛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告訴使用者 為什麼 你 不被 會 接受 合卡 對不對 那 到我這邊只算出來說 誰的future很重要 我根本就不知道說 你 不會接受是因為誰 哪一個future的原因 對 總不可能說 第一個future最重要 所以你不會接受 一定是因為第一個future的原因 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global和local 解釋性的問題 在這個future importance 它是一個全局性的解釋 它是解釋這整個模型 以這一整體的模型來看的時候 我們去看這個future的重要性 但是在剛剛那個例子裡 我們想要得到的是局部性的解釋 局部性的解釋就是 我針對這個預測的值 我要知道各個特徵 它到底的貢獻是怎樣 對 所以這是兩個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那過去在像這種 random forest gradient boosting 都比較沒有人去研究 所謂局部性的解釋 大家都著重在局部性的解釋上 然後 接下來再講neural network 那其實 我這邊就講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一個linear function 然後再加上一個 nonlinear的 function 去把它包起來 輸出一個值 這樣就是一個neural 那neural network 就是把很多的neural 連接在一起 那最後輸出結果 這樣就是neural network 所以說我們要解決的事情 也是一樣 就是我要怎麼知道 當我們這樣包在一起的時候 我要怎麼知道 每一個特徵到底是怎麼影響 每一個特徵到底是哪一個重要 哪一個不重要 所以說這個時候就是有一個 很好的library出現 就是它叫shave 那 它其實是有論文的 它有蠻多論文的 那 我這邊只是大概解釋一下 那 事實上在這個模型解釋的 這個領域 它也是一個持續在發展的領域 它 不只有這個方法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方法 對 那我就先簡單從它的名字開始講起 它的名字叫做 shavely addictive explanation 那 為什麼 是這樣取的呢 因為它主要是有兩個 兩個理論在裡面 第一個是叫做 shavely value from gap theory 就是一個 從賽局理論來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是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用加法模型去 來解釋這個局部的模型解釋性 對 那我們先來看就是 所謂的加法 加法模型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線性回歸 它就是說 但是這個線性回歸比較不同的是 它都是binary的variable 就它不會有任何連續變數 它都是0跟1 那 0跟1代表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 我現在有兩個特徵 一個是年紀 一個是 一個是教育程度 那 當1出現的時候就代表 這個 年紀這個特徵出現 當0 當0出現的時候代表這個特徵不存在 當1出現的時候就代表這個特徵存在 所以它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 它要去算說 假設兩個特徵都存在的話 那它算出來的分數 那它算出來的分數 要跟我們 就是實際上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比如說 以剛剛的linear regression 的例子 然後 它其實 它其實 就會把 z 取代成0或1 那前面的係數 就會是 我們直接把那個 數值 乘起來的數字 OK 就比如說 假設我現在年紀是 30歲好了 那 30乘0.5是15 所以說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數字呢 就會是15 那z就會是1 OK 那 它這樣的意思是 我可以考慮在 沒有 假設我現在不考慮 不考慮 教育程度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一樣是可以 算出一個結果 那如果我兩個同時考慮的話 我當然就可以得到 跟我原本的 線性回歸一樣答案的結果 所以說呢 這是第一個 它就是用 所謂的加法模型 去近似 那一個結果 那第二個 什麼叫做 share belief value呢 它是從 篩局理論來觀念 假設我們現在 有100萬 那這個100萬 被三個人所擁有 那A 它有50%的權利 B有40%的權利 C有10%的權利 那這個時候 它有一個規定 是 要超過50% 權利以上的人 同意的時候 我才可以 大家才可以拿到這100萬 那這個時候 可能 我們要怎麼分配這100萬 可能大家就會想說 我就根據上面的比例 50% 40% 10%去分配 但是這個時候 C就可以說啊 我不要啊 我想要 我想要 跟A直接配合 因為我跟A加起來 就有60%的權利嘛 那我就可以拿到100萬啦 那我跟A講說 你可以拿到70%的錢 我拿30%就好 那對A來說 好啊 他原本只能拿50% 但是他現在可以拿70% 所以A會同意嗎 那可是這時候 B就說 那不行啊 這樣我一毛錢都拿不到 所以B就會 聽了這個提議之後 他就會跟A說 好 那我現在跟你提另外一個意思 我跟你合作 那我讓你拿到80% 又讓你多10%了 那我只要拿20%就好 20%總比我0% 一毛都拿不到 來的好嗎 對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 大家需要合作去拿錢 但是這個錢的比例 到底要怎麼分配的問題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 最有人提出的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應該要把所有的 各種不同組合 順序組合 都排列出來 那去看說 到底是誰 讓我們可以拿錢 所以假設現在 A先出現了 A說我要拿錢 但他只有50%的權利 所以他其實不能拿錢 那這時候 B再出現了 B說我也要拿 那這時候 A跟B加起來 就超過50%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說 B是 B是對 可以拿錢這件事情的 主要貢獻者 因為 B的加入 讓我們可以拿到100萬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貢獻 送給B 跟他講 你是最重要的 好 那再來第二個排列 A C B 這個排列就是 C是最重要的 因為C的加入 讓我們可以拿到100萬 好 那接下來後面 後面四個排列 都是A最重要 因為 B跟C兩個人加起來 都小於50% 所以 A才是 最重要的 那根據這樣的理論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在上面這個例子 假設 我們要分配錢的話 其實應該是 A拿到 6分之4的錢 那 B跟C 6分之1的錢 對 這個理論是 這樣子來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講到 這個Library怎麼用啊 對 這個Library呢 其實很簡單 它都已經把剛剛那些概念 全部包起來了 所以我們只要直接Call它就好 其實我們不用理解它背後的概念 那 我這邊用 Random Forest Gradient Boosting 這種Tree Expander來解釋 因為它是比較好解釋的 對 那 按照上面這樣Call的話呢 它就會直接給你一個 給你一張報表 它跟你講說 它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模型它的Base Value 是22.34 那Base Value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假設 我現在不給你任何資訊 我剛剛那個Credit Card的那個例子 假設我現在不給你任何的資訊 那 以平均來說 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信用分數是22.34分 所以這是一個基準 就是 只要你身為人 你就是有22.34分 這樣的分數 那接下來呢 它就會根據你的不同的特性 去做加和減 那上面這張圖就是跟你講說 就是 LSTAT這個特徵 讓你的分數往上提了4.98分 那另外RM這個特徵 讓你的分數往下降了6.75分 所以這樣的事情 這樣的運作方式其實就跟 剛剛我們看Linear Regression的運作方式 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是可以知道說 每一個特徵 他到底對於你最後的結果的貢獻是什麼 所以 當你有這樣的報表之後 你就可以去跟使用者講 說為什麼你會不過 是因為哪一個特徵讓你扣很多分 或者是說你為什麼會 應該沒有人會問為什麼會過 就是 因為哪一個特徵讓你加很多分 那另外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所謂的全局解釋 跟局部解釋嘛 所以剛剛那是局部解釋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用這樣的Library 去做一個全局解釋 要注意的是這個全局解釋會跟 我們剛剛看Future Importance 出來的結果會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們的計算方式不同 但他們都是某一種方法算出來的全局解釋 那他這邊的計算方式其實就是把 我們每一個sample算出來的這個局部解釋呢 做一個平均 做完平均你就可以得到每一個特徵 它在全局上對於整體的貢獻程度的高低是多少 好 那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它到底背後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上面有兩棵樹 上面那棵是說 只要你同時感冒 同時咳嗽又發燒的話 你就是80分 就是會有很大的機率你是感冒 那下面的例子就是 你如果只有咳嗽的話 你也是有10分的機率是感冒 那你如果感冒又發燒的話 你就有90分的機率是感冒 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咳嗽跟發燒兩個特徵是一樣重要的 因為他們要兩個人同時成立的時候 你才可以說他是感冒 但是在下面的例子 其實咳嗽這個特徵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你只要有咳嗽的症狀發生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有一點機率跟大家講說 就是你是感冒 那可是我們去看一些過去的解釋方式 就會發現其實它沒有辦法解釋這樣的現象 它會造成一些不一致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就看一個最簡單的 我們看它的節點分支的數量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發燒的 它是只有一個 那下面它有咳嗽是兩個 所以我可以看到 右邊下面藍色的那個Speed Count 它的發燒就是1 然後咳嗽就是2 那右邊的話 它的咳嗽是1 那發燒是2 但是我們剛剛說其實咳嗽比較重要 所以其實是不一致的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其實就是因為 它沒有考慮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賽局理論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到所謂的先後順序的問題 先後順序就是我們剛剛說 比如說我A已經說要拿錢了 那這個時候B說要拿錢 它是第二個說要拿錢的 而且它讓這件事情成立了 所以說它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假如說現在是C說要拿錢 然後B說要拿錢 但是它還是沒有讓這件事情成立 所以這個時候B就不重要 所以誰先發生 誰先主動這件事情 會影響到這個特徵它的重要性程度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下面這個 這張樹的例子 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假設我們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任何症狀的情況下 我們的分數是 就是下面全部加起來 就是我們的期望值是25 那假設我現在已經知道 你有咳嗽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那條分枝 右邊那條分枝的期望值 加起來是50 所以我們可以拿 我們可以說 咳嗽這件事情 讓你的整體的期望值增加了25 接下來假設你有發燒 發燒的話 就是最右邊那條線 90嘛 所以說 這件事情 發燒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期望值又在增加40 好 那 這個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當我只考慮這樣的 這樣的一條順序的時候呢 我們會說出 咳嗽是 貢獻25 然後發燒貢獻40 這句話 但是假設我們考慮另外一條線 現在我先知道 你發燒了 那我知道發燒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兩個發燒 yes的例子 一個是90 一個是0 所以 當我知道你發燒的時候 其實 你的期望值是45 那 發燒這件事情 其實帶來的 效益是20 接下來 接下來 一樣就是發燒又咳嗽 就是90嘛 那 可是因為原本是45 所以現在 咳嗽的效益來到45 所以就是代表說 我們先考慮發燒的情況 它帶來的效益會是20 發燒會是20 咳嗽會是45 跟前面我們先考慮咳嗽 帶來的效益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呢 當我們要同時考慮在不同Oder狀況下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剛剛 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都排列出來 就跟那個 噴100萬的例子一樣 我們把所有排列組合都排列出來 那 根據 它所有組合的可能性 它的 我們去給它一個weight 所以說 這邊的意思其實就是 在第一個例子的時候 其實 我們先知道了 我們先知道了咳嗽 所以說 假設我現在要算的是咳嗽它到底造成總體 在這個例子 它到底造成的貢獻是多少的話 那咳嗽它其實 在知道咳嗽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並不知道任何的事情發生 所以它的S 是一個空集合 但是假設我們是 先知道發燒 才知道咳嗽的話 那在知道咳嗽這件事情之前呢 我們就已經知道發燒這件事情 所以它的S會是有一個發燒的集合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下面的式子 其實就是在算說 如果一開始前面是空集合 那它後面還有幾種可能性 那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發燒 但是總共的 我們總共有的特徵呢 會是兩種特徵 那它是除以二 所以我們會把咳嗽這件事情呢 那它是一種可能性 那它就是在講說 如果我已經知道它是發燒了 那它以後的集合其實是 沒有任何集合 但是因為它以前的 有一種可能性 對 所以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兩個 兩個的排列組合都排列出來說 它各佔0.5的百分比 所以我們會把咳嗽這件事情呢 的25乘0.5 那45乘0.5 最後會得到說 咳嗽對於這一個 這一個估計的貢獻是35 好 那讓我們回到這張圖 所以呢 我們看Model B這個例子 我們要算說 在咳嗽且發燒的狀況下 我們會得到90的分數嘛 那依照我們剛剛的算法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在這個狀況下 咳嗽造成的貢獻是35 那發燒造成的貢獻 我們可以用一樣的算法去算出來 那樣的貢獻是30 那這時候可能想說 為什麼30加35是65 沒有到90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Base Value 也就是說 在我們不知道任何條件的情況下 其實是25 有25的分數是 只要你身為人 你就有25的分數是會感冒的 所以25加30加35 會等於90 這就是它如何去分配說 哪一個特征造成的貢獻 是如何的 一個原理 一個原理 那這樣的原理呢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用在 neural network上 但是neural network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不像tree model tree model它其實可以處理 所謂的 你沒有跟它講說你的特征 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去計算說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但是neural network不行啊 因為它是一個 你要給它一個數字嘛 你不給它東西的話 它是不會輸出什麼東西的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這樣子的neural features的狀況 因此呢 它會需要我們給它一個reference point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不給它這些條件的狀況下呢 我們就預設一個人 或者說一件事情 它應有的基本 基本素質是什麼 以我們剛剛的那個例子 我們就可以說 以信用卡的例子 我們就可以說 平均來說 人的年紀是50歲 所以假設我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人 他到底是幾歲 那我就跟neural network講說 你就當他是50歲吧 所以我們要設定reference points 給neural network 它才可以去計算說 我們剛剛想要算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 當我們要算所謂的貢獻的時候 其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所謂的gradient 我們去看gradient 來去算說這個特徵 它到底帶給最後結果的貢獻是多少 但是其實gradient它不會永遠 如我們預期的正確運作 比如說當我們知道relu 它在 在會有一個完全沒有gradient的一個狀況 但是假設我們的reference point 是紅色的那個點 我們現在把x變成-2 從2變成-2 這個時候其實它的y 是有從2變成0 但是看我們去用gradient 去算它的貢獻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gradient是0 那這樣其實跟我們的預期 是完全不合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直接很簡單的透過gradient 來去算它的貢獻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各種人提出了各種方法 那比如說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就去積分它 積分它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直接去算 從紅色的點 1到綠色的點 這一段的積分 那就可以看到它是從2 1到0 所以它的貢獻就會是2 那當然還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方法 所以這邊要講的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用相同的概念 應用到neural network上 但是它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就會有不同的方法去克服它 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定案說 到底哪一個方法是最好的 哪一個方法是 大家都可以直接去用它的一個方法 好 那回到我們的這個Library 這個Library呢 它實際上提供了這五種解釋器 那不同的解釋器呢 會對應到你可以用在不同的模型上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3Explanator 它就是用到3Base的模型 那剛剛提到的Deep Learning 也就是neural network 你要用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Deep Learning 跟Gradient還有Kernel 這三種是可以用的 應該說Kernel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 那Linear的話就是用Linear的Explanator 那所以說為什麼Deep Learning 會有兩種就是剛剛說的 會有人提出不同的方法 所以就會有兩種方法 可以去用 OK 那接下來呢 當我們有了這樣子的結果之後 除了去跟使用者說服他說 你要買單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其他事情 其實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去把這個Feature 它的貢獻值全部畫出來 所以也會看到說 當Feature Feature它是6的時候 它造成的貢獻是一個負的值 但是它在7、8、9的時候 它是一個線性 有點像是線性往上增加貢獻的狀況 所以這張圖其實可以帶給我們的意義是說 假設這個Feature是年紀 那就會發現其實7歲以下的人 對於我們的模型是沒有任何的意義的 它輸出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所以7歲以下的人 對結果不會有任何影響 但7歲以上 這個特徵還開始會有真正它起作用的力量 對 那通過觀察這樣的圖可以帶給我們一些 可能商業上的insight 讓我們可以去應用到不同的場景上 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應用是說 就是它除了看單一的Feature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不同Feature之間的交互性 這個原本我們要做的話 可能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透過這個Library 其實它就可以很簡單地去 幫我畫出不同Feature之間的交互性 比如說這邊就是看年紀跟性別的交互性 這是一個死亡率的預測 所以說會看到說 當男生超過50歲的時候 死亡率開始大幅增加 大家小心 小心 對 所以說這個Library就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我們去得到更多的一些insights 接下來還有一個點是說 其實過去大家在做可能比較偏統計的時候 我們還會去檢視一個所謂 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到底跟我們心中預期的是不是符合 比如說我今天預期 我今天預期 你應該年紀越大你的信用會越好 那可是我現在算出來的模型 就告訴我說 你年紀越大你的信用會越差 那這件事情 就是一件很值得我們去注意說 這個模型到底是不是有問題的一個警訊 所以說假設在我們沒有辦法算 沒有辦法算說這個模型 比如說我們沒有辦法算出這張圖 我們沒有辦法看這張這個feature 到底會帶給我們模型的影響是什麼的時候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得到這個警覺說 這個模型是不是其實跟我們的預期不一樣 那其實這個模型就是會是有問題的 好 那最後呢 最後我就來講一下 我之前在用的時候 當然是還是會有一些覺得 有一些限制的地方 第一個呢就是 可以想像那個理論嘛 賽舉理論 它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舉出來 所以其實在計算上它是非常消耗資源的 很幸運的是 它在TreeExplanator的這個 Library上 的這個class上呢 事實上他們做了一個很棒的架數 所以當我們在解釋TreeBased模型的時候 它是還算快的 當然如果你用的sample量很多的話 還是會很好你的字 還是會算有一點久 但是當不是用TreeBased模型 如果我們要用其他的解釋器的話 尤其是 尤其是我們最後一個colonel的解釋器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慢 對 因為它要去列舉所有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 之前在使用Deep Learning的時候 用的這個解釋器呢 我覺得它並沒有我們直接用TreeBased的解釋器來的好 因為呢事實上 剛剛有提到它要設定所謂的reference point 那這個reference point 其實就會影響到計算的結果 如果我們的reference point 沒有設定在一個所謂 所以你要有domain knowledge 才可以設定一個正確的reference point 如果你設定到一個錯誤的reference point的話呢 你算出來的所謂貢獻其實 就不會是一個正常的貢獻 對 所以這會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當然啦 當然其實他們都會建議說 你就把所有sample都丟下去 你就會跟它講說 你就取所有sample的平均當做reference point 這樣就好了 但我覺得實際上不一定會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特徵 它其實會是去分類某些就是往後變化 它會跟其他特徵有很大的交互性 那所以說 當你真的把所有特徵都丟進去的話 它出來的結果會不如預期 這是我之前自己使用的一些感覺 最後其實就提一下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之外呢 上面兩個是另外兩個library 它也是可以拿來做所謂解釋性的這件事情 那比如說 1LI5 它可以做所謂的 擾動 就是 比如說我可以針對某一個特徵 我去擾動這個特徵 原本 我輸入給它的特徵 就是原本 比如說training data 我跟它講是1 那我現在故意跟它講 我現在故意給它一些noise 跟它講是1.5啊 0.5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它到底會對最後的結果 產生什麼影響 假設這個特徵很重要 我現在加給它的noise 那它最後的結果應該是會變差才對 它可以做這件事情 當然它還有很多功能 那下面的話也是另外一個 那當然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演算法 下面是演算法 上面是library 那演算法的話像Lime這個 這個也是好像就是蠻多人在用的 對 那 但是呢 我基本上我自己還是用shape來比較多 那如果有人有使用Lime的經驗的話 也歡迎來就是 提出來互相交流一下 對 好 那 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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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